今天下午我就會和廣東省省長在香港舉行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這次是事隔兩年來首次再召開聯席會議 也是相隔四年之後第一次舉行實體的會議 這一次也是二十大勝利舉行之後 以及我上任行政長官之後第一次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這次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將會討論如何在大灣區我們注入更大的發展動能 互利共贏 我有信心這次的會議會達到一些成果 加強和深化粵港合作 好 明天我更加會召開特區政府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督道組的全體會議 這個是督道組的第二次會議 督道組由行政長官和三位司長分別擔任組長和副組長 強化成為一加三的領導能力 從政策和宏觀的角度去推進和督道跨局的工作 加強和內地機構溝通 督道組將會深入討論如何制定政策帶領香港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 制定多元方案 促進香港和內地合作 中文字幕網站 主要參與全體的請求 公主組人員 先開通的請求